期待一个人照顾你到老 你选他 这连一句真话都跟你说不了的人 你托付给他 还不骗死你啊 我走路怎么不能视频了 我站到视频一会儿行吗 我开着车还得把车停旁边 我给你视频一会儿呢 是不是 就是为了作恶呀在外边 这老师更坏 我还没说完呢 你再说我们俩一会儿就维持不下去了 你看今天到天津 你们专家也向着他 在那个我们成都 他那个朋友圈子里也向着他 你说我还有好吗 你们有反思吗 那为什么要向他 我有反思 你反思是什么 刚才我说完 你为什么觉得害怕了 只要他 你做亏心事啊 不怀疑我和任何女人有关系 你看我这头白这样了 我有那个闲心吗 你从今天就答应他 每天在外面都视频 第二带他出去都说 这就是我的唯一女友 好吗 因为刚才川哥在反复问你的时候 我说他是你的什么关系 你哆嗦了半天那个嘴 说出来是我的女友 行 你们年轻人叫女友 就不行我们中老年叫女友吗 我因为女友更时髦 更是热恋当中的 保持这种新鲜感 所以啊 他就是女友之一 他不是未婚妻 也不是老婆 也甚至都不是唯一女友 我让他说他都不肯说 对不对 你对得起别人的期望吗 你现在敢付诸这个期望吗 给他吗 敢 那你跟他领啊 不领你就把他废了 我真是采访过很多单身的 中老年朋友啊 就是老年人吧 想为自己的老年生活 留点后路可以理解 但我真没见过你们这么 完全是留着后路 不为眼前人着想的 叔叔你别笑啊 就您这样呢 放到我们这个老年相亲节目 且不说现场愿意和您牵手了 人家电话就没有 您别以为自己一身正气 你给自己留了太多后手啊 你说你给前妻那钱 你说你现在那些女学生 你说你现在生活方式不跟人领证 时时处处放着他 时时处处想着自己 回头他真不要你了 你真不好找 阿姨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 知道对方得爱症了 我就得和他结婚 我要把他送走 为什么 真的是爱 您这说了就是 我得找一个人将来当我的眼睛 让他盯着这个护工 您这价值观说出来 谁还敢找您啊 本来您条件也不错 但踏踏实实找一个 彼此欣赏相爱的 而不是找一个 来您这儿有个落脚的地儿 也不跟您真处 结婚证都不领 您何苦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了 老得更要有尊严 更要知道 我们去再嫁再娶 为了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 晚年生活的真的相爱 而你们这个真的是 不好的榜样 我觉得你们是少数 很多老年人还是愿意 付出真心 相邪到老 希望你们能够树立正确的 爱情观 婚姻观 付出真爱 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 下一段陪伴你的那个人 今天我给你模拟一下 就真的结了婚 你要真瞎了 婚姻法是规定了 夫妻之间有抚养的义务 这个抚养不是那孩子 那个抚养 是扶一下那个扶 那么这个抚养的义务 比如你瞎了 看不见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比如说他今天 在你床头给你放一瓶水 他出去了 跟别的老太太跳舞去了 他进到义务了吗 他进到了呀 我给你水喝了呀 明天他带别的老太太 到你的房子里面 吃饭 你拍桌子骂 你说你坐下吃啊 我给你一个碗啊 他进到义务了吗 他进到了 你开心吗 他给你吃给你喝 但他就是白天出去 找老太太 回家还是找老太太 你怎么办 伸手给你要钱 跟你说要我照顾你嘛 办套房拿来 不然我不照顾你 你怎么办 我觉得每个人 想得太坏了不好 是 你把人往好了想 然后呢 你前夫是不是打你了呀 我不是说 一个人一定那么快 我就是告诉你 有人跟你说 要结婚要领证 就给我办套房 这样的一个人 坏的可能性 是远远大于 不坏的可能性 人瞎了不可怕 各种机构 还有包括你的子女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帮助你 人不要因为将来 有这可能性 就慌了手脚 我还是要劝您一句 嫁给爱情吧 谢谢 特别环境 对 我 searching